我跟妳講因為泡棉 然後妳再加上顆粒這個材質 走路很細膩 呵呵呵 我覺得就很安靜 走路的時候就是 偷偷進辦公室的那種聲音 差不多點名時間進教室 偷偷進教室那個 腳步聲音就很輕很輕 就像誰要我給他講你一聲的話 就是遲到小精彩 呵呵呵 然後 蛤? 我又一直喊到屎了 呵呵呵呵 等一下我親一下 不是啦沒有什麼 我一直死啦 RING THE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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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夏日的好朋友 妳第一個想到的 CREAT是誰? 是想到帶著夏日新曲回歸 禁歌熱舞的乳團們呢? 還是冰冰南亞天天麗麗的 剉冰呢? 無論妳的夏天好朋友是誰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覺得 在夏天來說 是力不可小的超級好朋友 那就是 小白鞋 我跟妳講 雖然說小白鞋 一年四季 夏秋冬都可以穿 但是冬天就跟漂亮寶貝一樣 選擇比較多 你看冬天我們可以穿 靴子 皮鞋 雪靴啊 各式各樣的鞋型 可是在夏天 妳要穿得清爽 穿得舒适 透新涼 但是又不要太休閒的話 妳要穿拖鞋那樣太休閒的話 妳的選擇 就真的只剩下小白鞋了 現在小白鞋真的很多種 就跟我們弄的 還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不一樣的妳知道嗎? 學生時代之後那種 看起來就是那種 真的是上庭可穿的小白鞋 可是現在 有各式各樣可休閒 可時髦 可言可甜的 各式各樣的小白鞋都有 有時候是妳在家裡面 就想要介入一下穿搭 然後就在家裡面 就對勁自裁 大家在問的最多的 每次都是被問翻面的 就是鞋子 小白鞋就是魅力這麼大 然後呢因為大家也常問常問 也帶給我自己不少信心 不少的信心 然後覺得欸好像就是大家對我的鞋子 特別有興趣 我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最喜歡的幾雙小白鞋 如果只是乾乾的介紹這雙 這雙沒意思 大家愛看什麼? 房側嘛 而且其實這一集我有一個 自己的那個小挑戰 我想要成為 連妮都覺得好看的 SHOOTUBER 因為她很愛看鞋子的評測嘛 男生就是會介紹什麼鞋子 就是新的最雙 然後我覺得我們少女 也是需要一些YOUTUBER來介紹一下 就是今年的火熱款 一些爆款 或就是做一些功課 然後自己呢又加入一些我自己的觀點 做挑戰一下 可不可以成為 讓妮妮覺得愛心看到的SHOOTUBER 這一集呢我也會跟像香芬啦 然後跟這些穿搭一樣 就做出大家最愛看的就是星星排行 好看不好看以外 會想知道的一些 你知道 一些評測的內容 然後就是僅供參考 又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欸小白鞋有趣的地方在 有時候今年的你知道 就跟E-Girl一樣 今年就是還在活躍 還在夯的鞋子 可能隔年就不香了 隔年就是才說 嗯還在穿那個喔 那個今年沒有人在穿了啦 可是有些鞋型 它就真的是小小長青術 歷久迷心 歷久不衰 可是有些鞋子 就真的是 最近呢 火熱度非常非常高 穿搭度跟詢問度 也都非常非常高 有綜合幾點 有幾雙就是一直都很經典的 然後幾雙四五 雖然它入手的度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就是 在今年來說的話 有看到的話不要想 有你的尺寸也不要想 直接收了幾雙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精選的 10雙我覺得今年 你一定要擁有的小白鞋 一起看 第一雙想跟大家推薦的是 90TC7900 這雙鞋應該是我目前Instagram上面 被問到最滿 不是吧 被問到最最最最多次的一雙 不要說社群啦 就連走出去擦肩而過的人 哪怕是不知道我是誰的人 都有小跑步追上 我覺得說啊這樣被認出來 結果人家沒有要認我 人家是要認識 說不好意思 請問這雙鞋子你有那個型號嗎 在哪裡買的 好好看喔 這雙是我滑小紅束的時候看到 那雙噴了 就 就立刻覺得天啊 這雙真的要有這雙 首先再介紹一下它的細節好了 它的鞋型我覺得應該會蠻接近 就是大家說的老爹鞋 因為我不是超級高個子 所以我穿鞋子的時候 我很害怕腳都看起來很笨重 所以從老爹鞋開始紅到現在 各個品牌出 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念頭想說 我要去買 然後直到這一雙 因為首先它的整雙是奶油白色的 不會到很死白 就覺得太潮流 就是米白色 就看起來就是很舒服的一個顏色 它這個材質有點特別 很多那個超白很愛用的 就是那種反光材質 晚上的時候穿也蠻安全的 不是那種像小孩子穿那種夜光 它有各式各樣的Nike的logo 也是用不一樣的方式表現 這裡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它是皮革跟網眼的材質去拼接的 它穿起來非常舒服 然後很輕 無法想像到的 而且你看它這邊 它的這個位置它挖得很下來 代表什麼 你可以露出你很完整的腳踝 你知道這一點真的有多重要嗎 腳踝一定要露出來 腳踝就是誰露誰高的一個東西 我個人是建議你這雙鞋子不配襪子 比較好看 因為它本身的鞋型就是比較肥大 可是現在很流行就配襪子穿 我覺得它會讓你整個腳 反而看起來比較短 然後修飾效果也比較好 穿船型襪 隱形襪 或者是 髒點不穿 這雙就是我覺得它露出整條腿的 那個形狀是最好看的 我覺得它很適合配那種 潮潮的運動風 不管是短褲啦 縮口褲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有遇到的話真的不要放過它 缺點的話 鞋子這個材質都是很好處理 紙巾擦可以擦掉 可是這個織帶呢 相對來說它就蠻容易弄髒的 它也沒有辦法拆下來洗 因為它是縫在鞋面上的 看起來出來就是其他地方 我都有在保養都有在擦 但織帶這邊就還是會看起來髒髒掉 然後也比較難處理 然後跟鬼 除此之外我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穿起來感受不好的缺點 然後第二雙我想要介紹的 通常是Nike的 Air Force的這一雙 我真的是本來真的對鞋子是還好 應該這麼說就是你長大了嘛 就開始愛上買各式各樣的鞋子 靴子啦 然後對球鞋 小白鞋這種 你就會開始慢慢覺得 喔還好 然後穿到髒髒 還覺得很有味道這樣 然後直到就是Instagram上面看到炫氧穿這雙 就覺得這麼好看 欸Air Force回來了 這是我高中的時候流行的鞋子 然後就覺得很興奮 要立刻去買一雙 然後真的是開啟一系列 就是買那個小白鞋買的 就覺得很快樂 覺得小白鞋真的是太好搭配 首先 我覺得它這個細節真的是 美到不行 它上面這個金屬的這個小勾勾 它是真的金屬的 而且就是被釘在鞋面上 釘得很老的 然後就是銀色的小飾品陣 那一天的造型感頂標 我覺得很好看 我就是很喜歡就是涼涼涼涼呼應的這種 像你看勾勾跟這個小牌子 然後鞋跟這個地方的顏色 跟那裡的顏色 就是有搭配到 會用配色狂看到就是 極度舒適的一雙鞋 然後 蛤? 你不會是踩到屎嗎? 哈哈哈 等一下 我親一下 不是啦 不是啦 Air Force它本身穿起來就是 很好穿 很舒服 鞋面本身有打很多很多的洞洞 後氣度 也算是滿足夠的 所以穿起來不會覺得很悶腳 很舒服 剛出社會 但是還在當學生 預算有限 你需要一雙可以連續穿比較多天 然後也不會覺得很疲累的鞋子的話 那我推Air Force 因為它就是穿起來 就會連穿 然後不會覺得不舒服的一雙鞋子 然後以達利來說的話 它都是整雙都是皮革的 皮面的 都是非常好清潔的 但這個鞋帶也是屬於 比較容易髒的這種 織帶材質 我教大家就是把鞋帶就是泡下來 一個小字卡給你們就是那樣泡著 然後再去洗 整雙就可以洗到很白 其中大家做參考 這雙缺點就是比較沉重 就比較重重一點 其他我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缺點 因為Air Force它的鞋面 它都是皮革的材質 比較挺 所以它很適合拿來搭配一些 正妝一點的裝扮 或是配一些那種 西裝褲長褲 就比較酷一點的穿搭 或是西裝外套配短裙 辣美辣美一點那種路線的話 就是也很適合配Air Force 我覺得Air Force搭配西裝超好看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挺點的材質 我覺得它不適合當髒髒鞋來穿 這雙鞋子你在穿的時候 一定要常常去清潔 保持它比較白一點 穿起來比較好看 然後第三雙想推薦 是最後一雙Nike 今天不是Nike的專長 這是Nike的最後一雙了 Nike的Daybreak 然後也是那個王上人稱的夜賣鞋 它這三個都是不一樣的顏色的拼接 你看 這邊是米白黃色的尼龍鞋面 然後配上白色的皮革logo 鞋帶的周圍 跟它的那個鞋頭的周圍 是用灰色的麂皮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顏色比較多 已經快要不算小白鞋 但是在燈光下 然後跟遠方來說話 它依然算是一雙小白鞋吧 我跟你說我剛開始看到這雙鞋子的時候 我立刻就在那個好打理那邊 我就立刻給它一顆一顆心 想都不想直接畫一顆心 但我又改成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同我最初開始講的 GP真的非常非常難打 它是不可膩的 尼龍也是很容易會卡上灰塵 散到髒髒 我會覺得天啊也太容易髒了吧 然後我也都一直沒有想過去清 所以也是想都不想去給它一分 結果直到那天我在幫我其他鞋子做清潔的時候 擦擦看好了 結果殊不知 它那個上面的鞋子 表面上那些灰點、黑點、髒點 原地打轉這樣子擦擦擦 它就擦掉了耶 所以你看這雙鞋子都穿好幾百次了 可是看起來就還是會新新的 蠻新的 所以我後來就幫它從一分調到三分 我稱它為休閒風的神 不管是你配裙子、短裙、短褲、五分褲、長裙 夏天就穿那種碎花長裙 不管你想配韓風還是日風 就都可以 這雙好好看喔 然後你光看它是什麼 鞋身完全完全沒有打洞 然後又是尼龍的材質 欸它就是很悶啊 欸它就是透氣性很差 很酷耶 你就不知道風是從哪裡進去的 蠻舒服的 然後也不會覺得腳到很悶很悶的程度 然後重點很輕 鞋底這個地方是泡棉的 非常輕 鞋型來說的話我覺得它真的是做得蠻細心的 因為你看它這邊鞋面就是做一個比較灰色橘皮的 然後那個淺色的就是在裡面 這個視覺效果看起來 你的腳這邊就是有一個很像陰影的感覺 所以你的腳看起來更窄了 你的腳上下來 然後這個腳是這個形狀的 它會導致怎麼樣 你腳看起來很瘦 整個腿就是很長 這雙修飾度我給它到蠻高蠻高的層次 層也幾皮 敗也幾皮 今天選的鞋子我都蠻喜歡的 可是就是扣分的話就是都是扣給幾皮 幾皮就很麻煩啊 就很不會輕啊 就很容易看起來就是會很髒髒 可是這雙的話真的是喜歡 喜歡 然後第四雙想要推薦是New Balance的327 這雙啦 是我兜膽講句比較重 我覺得327 以近幾年來說我覺得最好看的一雙鞋型了 Logo也都有重新設計過 它是很大面積的 直接就是用那個整個拼布的去做的 不是只是單純的就是做一個Logo出來 它是整個跟鞋面融在一起的 然後它的形狀也是我剛剛提到過 底的地方比較寬 然後鞋面是整個這樣子瘦上來的 所以你穿起來就腳看起來 Fuck 它不行 然後穿起來才很修飾 它鞋子這邊也挖得夠下來 所以你的腳踝是可以整個露出來的 然後我看雖然在韓國紅到不行 它很分高 你看它本身鞋底就是算蠻高的 然後它的拼色是像那個巧克力 我跟你講因為泡棉 然後你再加上顆粒這個材質 走路很細衣 我覺得就很安靜 走路的時候就是偷偷進辦公室這種聲音 差不多點名時間進教室的時候 偷偷進教室那個腳步聲音 就很輕很輕 這算鞋子要我給它一個曆聲的話 就是遲到小精彩 這算的話我覺得它很生活化 鞋型啊還是它的細節我都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它蠻不好清潔的 它是幾匹 配帆布 這是筆啊還是什麼話 它就是立刻大吸水 那個屋子就是立刻吸很快 這次介紹小白鞋 我更加深刻的體會到那句話 就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是十全十美 因為像你看我就是熱愛它的鞋型啊 熱愛它的細節 跟它穿起來的修飾度 可是它的材質就是很容易髒 進去那種人很多的一雙一雙鞋 一定會輕微報銷 出古baby來說 會真的要小心點小心點 但是忍不住的拿回來再講 它的鞋型真的很好搭配衣服 米色的那種寬口的短褲 就有點像那種釣魚短褲啊 或是只穿像我今天穿這樣 穿這樣子寬鬆的白色T恤 很容易就配的就是很輕鬆又很好看 這雙就是 就是 算是我近期的大興歡 這雙真的很好看 剛剛介紹的幾雙都是超級大廠出的 然後跟大熱的款式 大家連講說 這些東西早就知道好不好 你們有些小眾不推薦啊 我跟你講 離個來 你連小白鞋這個地方都要很較勁 要很小眾的話 今天就來跟大家推薦一個 去介紹一隻的牌子 就是Ultre的這一雙 Ultre是一個來自美國的運動鞋品牌 它有出很多的鞋子 但是它為什麼最近會突然就是活起來了 一樣 這一雙也是被韓國的布洛克跟明星穿紅的一個牌子 而且大家對這雙鞋子有一個非常好玩的謬意 就是它有一個踩大便的舒適感 然後一看到這個穿鞋的敘述感 我就立刻下飄 我想說到底這個多舒服踩大便感 讓我來穿一穿看 它是美國的一個鞋子的select shop 然後呢它這個網站 它本身也有跟很多很多的鞋子呢 去做聯名 就只有網站限定聯名 而這一雙就是Ultre跟那個網站 去做的一雙聯名的鞋子 我在小紅塑上面看到 我覺得太好看了吧 興高采烈的要買的時候 我才發現 它沒有辦法送台灣 我的size只剩下最後一雙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就是交易到不行 我立刻就要明明幫我處理 這雙鞋子在疫情裡面 周遊各地的一雙鞋子 從美國到香港 然後香港再到台灣 而且終於到我手上 我拿雙鞋子的時候 真的是劉備摔阿董 有些摔的地方 真的要摔的時候 看到它的美貌真的是 就想起來為什麼當初那種執著 就是一見鍾情非美 它不可 就是很多很多的那個斑紋這邊 它網眼還不是一般那種網眼布 它是做的有點像那種 那個很輕的鎧甲 但是它銀銀亮亮那個 很有光澤感 很好看 超級美貌的一雙鞋 鞋身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最最最薄的一雙 它甚至是裡面看 它會有點透光欸 拿到的時候就真的是 端翔它好久 就覺得好好看喔 然後後面這個 然後跟它的Altrie在這邊 然後跟Select Shop的名字 然後跟它兩個都有在這邊 它的缺點真的就只有滿滿 你要說它穿起來嗎 真的是很透氣很舒服 光拿手上就知道 它上面幾乎沒有什麼重量 可是它重量是在下面的鞋底 這個地方 剛剛不是說就是那個 踩大便的舒適感 實不相瞞 我覺得有點嚴過幾十 它的鞋底就是皮底的 是皮革的底部 不知道就是鞋子就好了 開始踩到誰的鞋 也太堅硬了吧 踩到一些堅肉磐石的鞋 穿起來就是滿舒服的 那你說踩鞋一樣的舒適感 我覺得嚴過幾十 沒有沒有 我覺得它的撞鞋率還是非常低 但是穿起來就真的是 好看到不行 穿到鞋子真的是跟你噴小眾相識一樣 大家就立刻覺得 很有品味 很好看的一雙鞋 嗯 第六雙要介紹是 Adidas Originals的Continental 80 像我這種那麼愛的 找一些明星同款的人 就看到 喔! Jennie有穿 我立刻就很興奮 然後就上網立刻找 就這雙真的找不到 我真的找不到同樣配色的鞋子的 那推而求其次 我就買全白的Continental 80 然後到買的時候 就是等它送完這過程當中 才有時間去看細節 才發現 喔唷! 不小心買到一雙 意義特別美好的一雙鞋 我來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 你們有發現它的那個 Logo跟平常不太一樣嗎? 這個綠色的標誌 它寫 The Queen Classics 你如果在網站上或店上 你看到這個 Adidas這個Logo 它是針對環保跟永續經營所推出的Sustainability系列 這樣子環視一周 這雙鞋子 你所看到的大部分的細節呢 都是以這樣的概念去做出來的 首先你看到它其實它的鞋面 然後還包含它的鞋底 甚至到它的鞋帶 就是這種尼龍綁繩的這個鞋帶 還有一個細節也很重要就是 但因為通常我穿鞋子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不綁鞋帶 我穿這樣直接這樣套進去穿的 但這雙是絕對不行的 這雙一路只要把鞋帶打在外面穿的 因為它的鞋帶是回收材質 真的是綁繩子的尼龍繩 如果它放在鞋子裡面 非常非常的割腳 鞋帶是一定只能綁在外面 就連它的鞋盒 都是經過廢舊材質的 去重新製作出來的 這樣就已經很極致了嘛 包含它的鞋底 你看它的鞋底 都是用廢棄的木材跟素材 然後去重新製作而成的 哦!小白鞋戒的環保小鬥士 大家就想說 衣也很好 啊穿起來咧 而且聽我味道咧 它的鞋子的後面這個地方 跟它的鞋舌 都是直接就是一整片的 然後直接壓線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比較大片的布料 沒有收編的這個處理 因為這個細節的關係 它穿起來算是今天的舒適排行裡面 可以到前三名的 是孔洞很大 所以穿起來覺得整雙穿起來 透氣度蠻舒服的 那聽起來沒什麼缺點對不對 撐也鞋舌 敗也鞋舌 因為它的鞋舌這邊太大片了 大片到它幾乎覆蓋人穿起來 會把整雙鞋子撐起來嘛 等於是你腳的側面露出來的肌膚 跟你的腳踝露出來的地方 整個正面看起來不太足夠了 所以你整個穿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腳踝的地方露不太出來 然後看起來就是整個腳 就是覺得整個粗粗短短的感覺 但是代表雙鞋子就滿費了 比較不適合穿短褲、短裙的搭配 那可能就比較適合像大寬褲啦 因為我覺得它的鞋子的側面啦 跟它鞋子穿起來舒適度 我覺得都還是非常非常棒的 給大家做個參考 第七雙想要介紹的是 Vesha的Kempo Vesha是一個來自法國的品牌 然後它已經紅了大概有個三五年了吧 為什麼它會這麼受歡迎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一雙比較偏向 商務、時髦的、穿搭型的小白鞋 因為除了鞋底跟麂皮的LOGO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鞋身 全部都是用像比較硬挺的那種皮革去做的 所以它的鞋型是非常非常的挺的 講真的它穿搭來說真的是無敵的 不管是配法式的小洋裝的小裙子 西裝褲、九分的牛仔褲都可以 它就是真的是怎麼配都很好看 包含像韓國明星、孔孝珍、宋仲基 然後他們也都有穿過 而且我跟你說就是 我剛不是說麂皮不好保養嗎 然後它的面積也算少 對我來說真的是蠻加分的地方 只有像後面鞋子的就是鞋屁股的地方 還有就是鞋身的LOGO 但是就像前面所說的一樣 沒有任何一雙鞋子 它是真的可以佔盡全部優勢的 首先因為整雙都是你的嘛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重量是蠻重的 算是今天裡面所有的鞋子來說 算是蠻扎實的一雙鞋子的 它的鞋型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窄 所以它可以把整個你的腳 修飾得非常的細長 所以它鞋身這個地方做得非常非常的貼合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 稍微多做一點功課 因為它的鞋子非常的窄 所以它才可以很棒的修飾到你的腳型 你選的鞋嘛 就選太正嘛 你沒有做大半號的話 很多人都會覺得就穿起來很合很合很合 可能會覺得有點脹腳的感覺 你要是去做功課再做詳細一點 這是它的優點 是它的缺點 因為加上它是全皮革的 所以你不太可能是直接套進去穿進去的 每次穿的時候 你都要重新把鞋子再拉鬆 你腳進去 然後再把鞋帶再記緊 所以你如果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是需要一直穿脫穿脫穿脫鞋子 你就要再三次一下 小洞洞的處理 透氣型沒有那麼那麼的好 但沒辦法 它好搭 這也是Vesha他們家鞋子裡面最經典的一個鞋型 這雙是你買起來是絕對絕對不會出錯的 你想要不思考的小白鞋 你穿它就對了 然後你很適合跟任何顏色的衣服做搭配的 嗯 第八雙要介紹的 依舊是Vesha他們家的V10 立刻可以感覺到它的整個氣氛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有沒有 這雙感覺就是更加的休閒的一點 這雙它比較受亞洲的明星歡迎買 這一雙我們的妙麗艾瑪華森 美根Marco 哈利王子她的太太 他們兩個都有穿過這雙鞋子 尤其是梅根她在代產的時候 她有被排到穿著這一雙 一雙鞋子好不好穿 你看誰有穿就知道 孕婦 孕婦根本就是鞋子的神農士 那個鞋子肯定好穿 這雙V10它的秘密也很有趣 它是一個紀念品牌 初到的十周年紀念所推出的一個鞋款 整個鞋型是比較運動風的 你看這邊很多很多的孔洞 籃球鞋的感覺 但是它又是你知道 他們本來是走比較美貌路線的 所以還是有做一些比較適合穿搭的改良 同樣也是蠻窄的 它的鞋色也比較薄 你出門的水是可以 就是很快一點穿脫的 像如果你喜歡那種 年輕一點 摩登一點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campo 但是如果你的平常穿搭是比較休閒 輕鬆一點 它兩個都剛好就是彼此沒有的優點 這雙穿起來就是比較 透氣性又更好了 沒有脊皮 所以更好保養 然後又有那個皇妃 孕婦穿過的舒適度又那麼高 那你要說 它有什麼缺點嗎 因為像這雙是可休閒可正式 可是這雙就是可休閒可休閒 呵呵呵 你如果真的拿它去搭配小洋裝是幹嘛 搭不太起來 籃球鞋嘛 它的包覆度比較高 所以你穿起來說 它不會很顯腿系 它比較是可以露出腳踝的長褲 像西裝褲啊 或像丹尼褲牛仔褲 我覺得它會很休閒很好看 可是你說如果穿短褲短裙去配這雙的話 因為它有鞋尾的地方 跟它鞋舌 然後露出腳踝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 修飾度沒有這一雙來的好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剛好感覺好像把你的腳帶有點切起來的感覺 小腿比較壯束一點的話 沒有那麼長的話 確實它的修飾度是沒有辦法到太好的 但這雙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選的是全白款 全白款真的是 如果你不喜歡時間限制的話 那我覺得Vetra 不管是像Campo還是V10都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們就是小白鞋裡面 絕對絕對不會出錯的一個品牌 跟兩個鞋型 挑給大家 第九雙要介紹的是Ribok的Club C85這雙 你知道嗎 男生尤其是你 他都在看鞋子 他整天就是在看那些誰清楚的鞋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一集問他最準 排了就是大家的大合照說 這裡面你覺得哪一雙最美 他立刻選這一雙 他說天啊 Babe 所以說應該不算是我的最 但是我對這雙的喜歡 有個不一樣的喜歡 然後他也選這雙 就讓我覺得很花戲 這雙就真的是你的one pick 他說這雙很好看啊 它的整個顏色是奶油啤酒色 就是復古奶油色調很可愛 它很適合搭配那種復古大學美具穿搭 它是很容易穿出校園美具寶貝的那個風格 像一些百折裙啊 很鮮豔的一些針織衫啊 或者是配短的西裝褲啊 然後再配個彩色的襪子 好可愛喔 它連那個圖案都超級超級復古的 它的顏色綠綠又紅紅的 然後還有鞋子的屁股的地方 這雙穿起來真的是一個材實感 這雙很舒服 它裡面整個都是毛巾 圈圈毛巾的那種材質 它裡面就是這種材質 穿起來呢就會覺得很舒服 很吸水 而且它的底是真的有點那種黃黃粉粉的 你看裡面裡面都還有那個滿版logo 從裡面到外面都是一雙細節感很夠 氛圍感都很夠一雙鞋子 吹毛球絲硬挑一個缺點的話 它裡面的泡棉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很黃 笑笑阿嬤家阿嬤睡那個大床 中間那個黃泡棉那個黃 是真的那個黃 復古到這個程度也太有細節感了吧 可是看到就真的是 欸 又嚇一跳這樣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缺點 連洞洞我覺得它也都不是那種很常見 是整塊都是洞洞 它只有做一行的 因為剛剛就像我說的 我自己是會微微出絞蒸氣 沒有錯 然後這一雙的那個毛巾材質 它其實是把它吸進去 但是它再散掉 又不是那麼容易地散掉一個材質 所以我覺得這雙 腳汗如果出得很厲害的話 濕氣會囤積在那裡 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但如果你腳汗不是那麼厲害的話 然後又很喜歡一雙氛圍感很重的鞋子 可是你沒有一雙那種 復古黃白鞋的話 那我覺得這雙就可以考慮看看 說真的 嚴格來說我覺得 今天有幾個鞋型是比較相似的 Altrie, Reebok,艾迪達這雙 良心來說 大家可以依照剛剛介紹的一些優缺點 選一個就好了 它們穿起來基本上是比較接近同一個鞋型 那我覺得這三雙的話 你可以三則一就好了 第十雙真的是非常難做決定 因為兩雙在我心目中是 輾轉反側選不出來 一雙是今年買到新滿意足的一個聯盟款 然後另外一雙是一見鍾情 小眾到不行,冷門到不行 兩雙都不是好入手的鞋子 兩雙的美貌都是完全不一樣 我後來就決定 就是為了這兩雙 打破我一直以來 很堅持要整肅的一個 堅持的決定 都介紹給你們 那我就先介紹這雙 它覺得是大家 時代的眼淚 我看到這雙鞋子呢 就是Pinterest 它就是一個氛圍美圖 點進去看的時候 它是手滑 推一下去重新整理到 它就消失了 我有印象就是那個鞋子上面的細節 品牌 其他我一概不知 我真的是找那雙鞋子 大海撈真的找 狂天不復苦心 真的被我找到 找到是一回事 找到這家買到 又是一大段故事 真是心酸血淚 台灣美金 電商找不到 好不容易再淘寶看到 我的紙碎最後一雙 然後有個它不送台灣 我還想就是在找 還在上海陪我幫我帶買 還在游一個晚上隔天 那最後雙鞋子沒了 我真的是心灰意靈到不行 但是我終於到最後 我還是透過了神通廣大的代國 幫我買到 這雙就是 Converse的171075Z 我跟你講 它甚至沒有名字 它只有貨號 你知道找到它多難嗎 真的好漂亮 我房間太黃了 它是有米白色跟純白色 編織在一起的一雙高筒編織鞋 因為它本身高筒鞋子 真的是對於短腿來說 就是比較不友善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去穿 可是它這雙真的是 你們有看到 就是翻寬細細 然後米白正白的這樣子 然後再穿上去 我人生是不會有 跟初戀結婚的那一天的 可是在穿上這雙鞋子的時候 我感受到 跟童年的青美竹馬 重新相愛的快樂 真的很好看 重點是 我長大了 Congress也長大了嗎 鞋子變得很好穿耶 它的內裏真的是像 剛剛其他介紹到的 球鞋、運動鞋的內裏 是那種 有點蓬蓬的 那種透氣的材質 就不是像小時候穿 就是薄薄的一層帆布 很悶很厚的感覺 而且都是那種 顏色不一樣的 就這樣編在一起的 穿上去整個細節感 馬燈到不行 高級到不行 你就配白色的那種 短短的褲子 或者是米白色的吊帶裙 穿淺色的穿單 然後露得出一截都好看 或者是像白色、米色的高腰短褲 然後配這種 整個歐美大明星的鬥鋪型 缺點我相信也不用跟大家介紹了吧 穿這種鞋子絕對不能點腳 因為這邊 它一定會從這兩邊裂掉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缺點是 整雙都是淺色的編織 它的髒髒很容易卡在上面 就是不管是灰塵還是髒污 還是磨到 基本上就可能就是 輕微報銷 更不要說你如果就是在路上勾到什麼東西 一定要小心 這雙鞋子就是真的很細心很呵護的愛護它 每次穿它的時候 就是確實有感覺到就是輕微 壓力山大愛山大 但是拼著它的美貌 細緻度來說 我覺得很值得 值得 但是好照顧度、好入手度來說 都是今天介紹裡面最不好處理的 但是真的是 秉持的是對它的熱愛介紹給大家 大家說那雙那雙怎麼買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它的貨號 你直接輸入進去 就是它的貨號就是這樣 你要怎麼買到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我太難了 還是要請大家自己想辦法 看一下怎麼樣去買到它了 但是它真的很好看 推薦給大家 好了 今天來介紹這雙壓軸 是Puma跟Kizne 聯名的這雙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小狐狸迷 個人非常非常多小狐狸的私服 我跟你講這雙它是自秀 就是怎麼能不買這雙 你有看到這麼有誠意的聯名嗎 它是直接把他們家最經典 而且你知道聯名 很多時候聯名會簡化版 品牌最經典的Pattern 它不會把它做在聯名的商品上面 它會做一些變化感 沒有 它會直接把他們家最經典 就那個狐狸的頭直接 刺在這個鞋子上面 然後更不要說它裡面 你看 那Logo直接就是有印在裡面 這雙 可是無奈 它其實就是有幾雙聯名的鞋款 但是有刺繡的 就只有 比較偏賽車 比較偏賽車的鞋型的 然後我就在想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還在猶豫的時候隔天 立刻賣光光 我覺得真的是 想代購 然後到最後還是在透過代購 找到了唯一的一雙 首先來說 穿起來比較沒那麼修飾 有原因的 你看它前面的鞋型 就上載下寬啦 看起來鞋子有修飾感 沒有這雙就是很紮實 它是鞋型 就直接包覆到你的腳 好啦還是有優點 就是它的配色是可愛 就是那種焦糖鞋底的 顏色來說它也是今天裡面 所有裡面就是最白的白雪公主 這雙就是立刻白白 聚白超級白 我後來一個轉變 就突然覺得這雙鞋子 好像胃氣可愛起來了 剛不是說它就有點賽車鞋感 就小時候就會很害怕 那種就是那種賽車鞋感 可是長大人在看它 你不覺得這像高爾夫球鞋嗎 穿那種Polo 3 跟那個小白裙這樣 然後再配這雙 覺得很可愛嗎 然後你在看它的那個細節來說 它用那個很可愛 那個波浪鋸齒波浪 這樣一整圈 就覺得整個又笑女起來了 因為你知道穿小白鞋 如果你想要就是配裙子 配洋裝來穿的話 因為洋裝你就想 一定會已經有顏色 如果你在配那種米白的鵝黃白 整個看起來就是顏色太多了 所以你下面如果你要配洋裝的小白鞋 我就去建議 正白純白的小白鞋去做搭配 就會比較合適 我個人稱之為明星私服感 機場穿搭感 就是這一雙給我的感覺 但是就是如同剛剛講 因為它整雙全部都是皮的 它連內裡都是皮的 我確實泡一下 在這趟夏天 即使是在冷氣房 也是感覺到腳在微微的貓心 軟軟的手心吸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一雙 你可能到秋天或冬天再穿會比較適合 因為它的透氣性確實比較沒有那麼好 它就是可愛 有遇到size 不要想看到你就買了 但是記得就是帶夠一個風險 就是你要去看一看它的那個評價什麼 自己注意一下 這雙買來看的心情比較好 好啦!我今天介紹了十加一雙的小白鞋 我今天呢也會一併的搭配就是穿搭給你們看 現在時間完了就是晚上的時候 一怕吵到鄰居 然後我們去等到天亮的時候 就透過這十一雙 我媽穿搭穿家 穿出最適合那些鞋型的穿搭穿給大家看 十一雙適合小白鞋的小白鞋穿搭 一起看看 而且搭配些 我現在已經足夠 但是我也是在這雙適合小白鞋 然後我已經有資金 在這雙適合一陣子 就可以了幾乎 一起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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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天不管你是介绍的鞋子 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建議給你身邊所有需要買小白鞋的朋友們 立刻入手一雙最適合自己的腳 最適合自己穿搭風格的小白鞋 通通入手入鞋 然後在留言跟我分享的那雙鞋子自己肩 看起來就是最有感覺新變新的 新變新的 歡迎你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我的Facebook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 好啦 今天先這樣吧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